对于需要照顾的长者,家和家人是最好的。 四十几年来,安乐居以长者健康为重,首创全美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致力为湾区长者制定个人化的全方位护老服务。 现在不管您安坐家中还是到访日间护理中心, 您都可以享受我们专业细心的医疗和生活照护。 打电话1-855-973-1119与我们联络, 让您的生活安乐满堂。 安乐居服务湾区有多久了? 我们安乐居服务湾区的老年人已经有50年了。 安乐居成立于1971年, 我们主要是想帮助长者可以独立的养老, 而不是住进护养院。 我们有两位创始人, 第一位是纪威廉医生, 他是公共卫生牙医, 为旧金山政府公共卫生系统工作。 他当初只是想试试看能不能够从亚洲国家进入美国的数千移民当中, 找到外国卫生专业的人员。 第二位是安萨克女士, 因为当时旧金山唐人街并没有护养院, 所以他接受去调查能够建造一所护养院。 所以他参观了很多的获养院, 但是他拒绝建造, 他是想和我们的纪威廉医生一起去创造安乐居, 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在家中独立的生活, 独立的养老。 安乐居的服务范围都在哪里呢? 我们服务的主要区域是San Francisco County, Santa Clara County, 以及阿拉米达县的Fremont, Newark和Union City。 只要是住在以上区域年满55岁以上的老年人, 需要护养院级别的照顾, 都是可以加入安乐居的。 安乐居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安乐居在50年中最主要的宗旨就是能够帮助老年人, 能够尽可能长时间安全独立居住在自己的家里, 能够在自己的家里安住晚年。 Lisa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为什么老年人在家里养老非常的重要呢?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老年人包括我们自己也是, 觉得家和家就是自己最熟悉的一个地方, 然后也是最舒服的地方, 家里有亲人朋友的照顾, 但是因为老年人在年纪上不断的增长, 所以他们的记忆力也在不断的退化, 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比如说去护养院, 是一件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就是为什么安乐居一直都是提倡去家养老, 也想让大家知道它的重要性。 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PACE是什么意思呢? PACE就是PACE, 它其实是一个缩写, 它是Program of All-Inclusive Care for the Olderly的缩写, 中文就是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安乐居的PACE计划是一项全面服务医疗保健的计划, PACE其实不仅仅是在加州, 它已经被31个州广泛的复制了, 全面有超过133个的PACE组织, 也有266个PACE的中心, 所以这是一个很综合的计划, 那计划大概包括了以下主要的, 有医疗的服务, 有社会服务, 个案管理, 牙科, 眼科, 心理保健, 追加护理, 交通的接受, 还有日间活动的中心, 药物管理, 还有康复治疗, 康复治疗, 包括物理治疗, 职能治疗等等一系列的护理社服务, 那在2020年呢, 安乐居的PACE program呢, 我们已经服务了老年人, 一共是1809个人, 遍布在我刚刚说的三个区域里面, Santa Clara County, San Francisco County, 还有我们Alameda County的Fremont-Newark和移民City, 当然我们也有非常庞大的一个医疗的服务提供者的网络, 我们有10家医院, 有1700个专科的医生, 然后有20个疗养院和20个护老院, 当然也有50个辅助性服务和医疗诊断机构。 对于需要照顾的长者, 家和家人是最好的, 四十几年来, 安乐居以长者健康为重, 首创全美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致力为湾区长者制定个人化的全方位护老服务, 现在不管您安佐家中还是到访日间护理中心, 您都可以享受我们专业细心的医疗和生活照护, 打电话1-855-973-1119与我们联络, 让您的生活安乐满堂。 为什么安乐居和其他的养老机构是不一样的呢? 我们安乐居有自己的护理团队, 那团队包括了医生、护士、 营养师、康护师、社工、居家护理人员等等。 我们会在一起为每一位会员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护理的计划,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老年人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 对他们来说保持了健康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提供的是高阶处的优质的服务。 在2019年, 安乐居的PACE提供了31543次的医疗约诊, 还有一万多小时的社会, 也配送了25万多份的营养餐, 也行走了99万英里的里程去接受我们的会员前往这些医疗约诊和住所。 当然, 参与PACE会有很多优质的结果。 PACE的参与者的住院率比接受医疗辅助, 就是我们知道的Medicare的护养服务的收益人, 要低24%, 那PACE的参与者也会获得更好的预防性的护理, 特别是亲力、视力筛查、流感疫苗和我们说的TB test, 就是肺炎求益均的疫苗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护理的作用。 那95%的PACE参与者都是住在社区里的, 而不是去我们说的养老院或者是护养院。 那96%的嘉宾成员对我们的PACE program都是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那97.5%的人都会推荐我们的PACE program。 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安乐区长者计划的独特支出是什么? 我们安乐区是有自己的一个护理团队, 所以每一个科室都是很紧密的合作的, 去制定一个科学的护理计划。 因为我们也知道老人家的身体状况没有这么的稳定, 是一直在变化的, 所以我们的护理团队也会根据老人家的需求来调整我们的计划。 那我们的会员因为都是有自己的护理计划, 所以会被安排来看病, 看医生的时间都是由我们的计划来得到的。 那在安乐区的会员和医生的比例是很低的, 因为我们的医生非常的熟悉我们的会员, 有时候都不需要看病例就可以知道我们会员的过往的病死。 当时当然也会与其他的科室来进行及时的一个沟通, 比如说居家护理员今天上门, 发现老人家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力气, 可能是不是有摔倒的可能性, 是不是需要来安排看医生, 或者是医生也会和抗护师沟通, 看是不是需要安排一些预防摔倒的抗护治疗, 那营养师也可以去调整一些产品, 如果老人家决定觉得说最近血糖是不是比较高, 血压是不是比较高, 也可以做出一些及时的调整, 那安乐居也会为每一位入会的会员安排一个社工, 社工的主要职能其实就是连接我们的安乐居和会员, 包括他们的家人, 他们会去负责我们会员的一个护理的计划和日常, 那也会一直与会员的家人保持一个联系, 让他们很放心地把家里的年长者交给我们的安乐居, 去确保我们的一个护理的质量, 因为我们也很注重老年人身体和精神上的一些变化, 同时调整护理计划, 所以我们的护理团队会近期地进行一些评估, 比如说社工会近期地对我们的会员进行一些认知的评估, 从而去了解老人家精神上的变化, 其他的科室, 比如说复健科, 可能每半年都会去评估一下, 是不是需要增加老年人的一些康复的时间, 那营养餐, 在配餐方面, 营养师可能也会说, 是不是需要根据老年人的一些变化, 口味的变化, 还有身体的变化, 来进行一些调整。 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您在安乐区看到的一些小故事吗?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 其实因为很多安乐区的参与者, 都是通过身边的亲戚朋友, 或者是家里人来参与到我们的计划的, 有一些他的亲戚朋友可能会打电话来说, 能不能够多了解一下安乐区, 我家里比如说有我的爸爸妈妈, 需要来更多的需要人来照顾, 比如说最近刚刚出院, 可能摔倒了, 需要人照顾, 但是因为家里人不能够24小时, 或者说是白天的时间来照顾他, 你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那当然安乐区就会根据, 他们的亲戚朋友的介绍, 来去找到这位老年人, 然后坐下来, 可能跟他们的家里人一起, 来看一看他的身体状况,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比如说最近有一位女儿来打电话, 到我们的安乐区来说, 我的妈妈最近摔倒了, 去了医院, 那因为她已经请了一个月的假, 虽然妈妈已经回到了家里, 但是她请了一个月的假来照顾她, 那当然女儿还是需要去上班的, 所以她就打电话来了安乐区, 看能不能我们提供帮助, 那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些询问, 因为我们会对他们的整个的医疗室, 来进行一个评估, 看是需要怎么样的护理的级别, 那第一个我们肯定是就是说, 会上门的去看一下家里的状况, 我们有上门的护士, 会对整个病人的情况, 包括家里的一些情况, 来做出一些判断, 看怎么样的一个护理的级别, 能够帮助到这个女儿, 也是这个母亲, 能够更好的在家里, 能够安全地在女儿上班的期间, 能够帮助她来进行一个护理, 那经过这个护士的评估以后, 在家里的评估, 那我们会回去安乐区, 和我们的整个团队, 来进行一个分析, 因为我们的团队, 每周至少一次, 两次,甚至三次以上, 会对我们会员的整个的一个护理计划, 来进行一个评估, 来看一看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或者说是不是需要制定一个新的一些计划, 那护理的护士上门以后呢, 就会回到安乐区, 来看一看说, 这个妈妈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 居家护理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一个, 因为我们也有日间的这个活动中心, 是不是需要来我们的活动中心来活动, 来做一些社交, 是不是需要一个送餐的服务, 因为她在家可能不方便自己去煮饭之类的, 所以我们都会做一个整体的评估, 那经过这个评估以后, 我们就会把这个信息发给这个社工, 让社工去跟踪这个每一个这个会员的这个案例, 去看一看这个会员是不是符合加入我们的安乐区的条件, 如果符合的话呢, 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叫做整体评估, 当然就是这个妈妈会来我们的这个安乐区来看一看, 她适不适合做一些简单的, 或者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她的一些医疗的服务, 那做完这些评估以后, 如果我们的团队觉得适合加入安乐区, 那我们就会让她成为我们的会员。 对于需要照顾的长者, 家和家人是最好的。 四十几年来, 安乐区以长者健康为重, 首创全美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致力为湾区长者制定个人化的全方备护老服务。 现在不管您安坐家中, 还是到访日间护理中心, 您都可以享受我们专业细心的医疗和生活照护。 打电话1-855-973-1119与我们联络, 让您的生活安乐满堂。 那那个妈妈入会了以后呢, 她就会根据我们的这个护理的这个定制的计划, 我们的平常可能会有日间的这个活动中心的活动, 那老人家就会在家等我们的司机来接送她到我们的活动中心来活动, 那平常如果是看病的话, 我们的司机也会去接她来我们的活动中心来看病。 那如果是去看专科, 比如说心脏科或者是其他科室, 我们也会送她去专科去看病。 那营养送餐方面, 我们也是固定的可以给她每天的送餐, 也包括如果她来我们日间中心活动的话, 我们也是提供餐品的。 所以一切都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护理计划来制定的, 那社工在此期间都会一直的跟踪, 来确保我们的婚人得到一个正确而且安全的一个护理。 那社工也会跟这个女儿去交流, 说妈妈最近是不是有情况会比较好一点, 妈妈是不是有什么反馈需要告知我们的。 那妈妈有觉得任何不是很初心的地方都是可以跟我们去提出, 然后我们也会更及时的去调整。 那我想说的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安乐区可能在语言服务方面, 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只有英语才可以, 是不是说中文就比较不方便, 完全没有, 因为我们安乐区有提供语言的翻译的服务, 即使可能我们说不是每一个医生都会说中文, 或者不是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会说中文, 但是我们肯定会有中文的翻译人员在边上一直的辅助我们的会员。 因为我们安乐区其实可能大家也会从不同的这个平台上看到, 我们有在电视上做一些采访或者是访问, 那有很多的人会打电话来说, 我在今天在这个电视上看到, 你们好像这个电视里今天有说什么糖尿病的预防啊, 或者说眼科的保健啊, 能不能了解更多, 那我们也会从中说来看一看这个打电话的人的真正的需求,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从这个环节来了解了我们的安乐区, 觉得说,哎,你们这个护理的计划真的非常的好啊, 就是一全套的一个护理计划, 不仅仅是医疗的服务, 也有说居家的护理, 会有护理员来家里做一些日常, 然后也有说可以去日间的中心进行这些活动, 搭搭牌啊, 唱唱歌啊, 跳跳舞啊, 所以真的很好, 那看能不能够自己能不能够入会, 那我们也是从这个渠道有很多的会员来参与到我们的安乐区, 那他来的时候他就会说, 哎, 他会先来我们的这个叫活动中心来进行一个参观, 那会他会先到我们看我们是他是住在哪里, 是住三番市的话, 我们会有三番市的活动中心, 那如果是住Canta Clara的话, 我们就是想要说我们有两个不一样的活动中心, 那如果是住阿米达康体, Fremont, 云年西地或者是Newark的话, 我们是有一个服务中心是在Peralta, 那他会去参观我们其中的一个服务中心, 就会看到说, 哎, 这个服务中心的整个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那会有什么样的活动, 那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 可能活动中心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在之前, 我们疫情之前, 我们的活动中心都是非常忙的, 因为大家都是可以过来社交的, 那现在的话就是根据你的护理计划, 你可以来我们的活动中心来进行一个社交, 我们会有做手工啊, 唱歌啊, 跳舞啊, 当然我们也有专门的, 护理人员可以帮助老人家在活动中心里可以进行康复治疗, 当然也可以就是在活动中心走动, 中午的话, 我们或者下午的话, 我们也是有提供吃饭的服务的, 所以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护理的计划, 所以在有些人打电话来以后, 他了解到这些计划以后, 来参观了我们的这个活动中心以后, 他决定说,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多多了解的计划, 所以他们决定来入会,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入会了以后, 我们就会有护士上门来对他们的身体状况, 压力的一些情况, 看家里是不是需要, 而且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活动的话, 都是会提供一个这样的评估, 那评估完了以后, 就会来我们的这个活动中心来看医生, 来做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病史的提供, 来做一个病史的一个了解, 那经过这些了解以后, 如果他是和小建议会的, 我们就会让他加入我们的安乐局, 加入安乐局之后, 我们提供的所有的护理计划都是非常详细的, 我们也会及时的会和他们的家人去沟通, 看是不是需要调整,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最大化的, 能够安全的, 适应力非常强的, 能够在家里继续的安心的养。 安乐局的长者护理计划, 就是要帮助老人家能够延长安全独立居住在家的时间, 所以可以看到加入我们安乐局一段时间之后呢, 老年人的精神面貌都会有一些不同, 他们会更愿意的与人交流, 他们的生活呢也会更加的系统化, 所以无论从我们接送他们的司机, 或者是来日间活动中心来活动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的居家服务人员, 上门服务的人员, 我们的员工和会员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去照顾他们的一个日常,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打电话来预约参观我们的活动中心,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安乐局的信息, 请试键18559731119, 谢谢。 好的,谢谢。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今天呢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在这里就接近了尾声, 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